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了半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在没结婚之前 每次婆婆见到我 都对我很热情亲切 这也让我认为婆家是通情达理的 可谈婚论嫁时 我才知道我想的太天真了 原本我们在谈婚论嫁时 双方父母都谈好了 婆家出十万彩礼 我爸妈陪嫁一辆车子 可结果婆婆在得知我未婚先孕之后 承诺好的十万彩礼 迟迟不愿意给 甚至还要求我爸妈再陪嫁一套房子 原因就是我除了嫁给他儿子 就没人要了 我爸妈气得取消婚礼 老公和婆婆这时才慌了 婆婆也改口了 说陪嫁房可以不要 但彩礼却只能给一万 再多就没有了 谁让我是倒贴着出嫁 我爸妈原本想让我流产 跟老公分手 可我很爱老公 所以我不愿意这样做 最后爸妈还是妥协了 愿意婆家拿一万的财力 娶我进门 当时我心里无味杂成 我知道爸妈为了我 连面子都没有了 可我真的不想放弃这么一段感情 幸好老公还算通知哪里 自己私下把他的工资卡 全交给了我保管 婚礼时婆婆逢人就吹嘘 自己的儿子有本事有出息 只花了一万的块钱 就让我家倒贴了一辆车 还买衣送衣了 我爸妈听到这话特别气愤 可他们为了我的面子 还是忍住了 可他们还是被气得不轻 看着爸妈轻乎乎的样子 再看过婆婆嚣张的企业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大声跟众多宾客说 为了我结婚 我爸妈花了差不多二十万 买了陪价房 而婆家看过怀孕了 只给了我一万的彩礼 原本我爸妈是想让我老公 做上门女婿 可他们体谅婆婆年老 所以他们决定 我生下的第一个孩子跟我姓 属于女方的孩子 跟婆家没有一点关系 听到我的话婆婆傻眼了 老公也愣住了 大家也开始对婆婆支支点点 眼看着大好的婚礼 就要被毁掉了 婆婆这时也慌了 她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 大声对着我说 儿媳别激动 当初妈说给你一万 只是想考验考验你 如今考验通过了 我自然要再奖励你十万块钱 说完婆婆把卡给了我 看着婆婆前后一套的做法 我心里真的很鄙视她 但看着老公为难的样子 我再看看 众多的来宾 我犹豫了 大家说 婆婆做得如此过分 我该收下这十万财力 原谅她吗 写故事的人只负责悲欢离合 听故事的人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 遇见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宋妹平生 单听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结算老友 北底便是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